公元263年魏灭蜀 公元265年静灭魏 公元280年静灭胡 三家都会出袭净 天下重归一幕 中国历史在全国范围内 进入了士图地主阶级的时代 最后三国作为一个历史的插曲结束了 那么我们该用怎样的标准 来评价这段历史 以及其中的历史人物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集讲到 魏蜀吴三国在短暂的三族鼎立之后 又重新归于晋朝 三国的历史纳目 最终以士族阶级重新获得统治地位 而徐徐拉赏 然而我们不会忘记 在汉末的历史舞台上 有多少英雄人物潮起潮落 意气崩发 想当年 曹操以燕树之后 首唱异军 毅然举起了匡富汉士的大气 刘备为了心腹汉士 是四处奔波 孙权具有父兄留下的基业 对未来也是躊躇满志 曹操 刘备 孙权 最终都站在了自己的人生至高点上 建立了自己的霸应 令后世人钦佩不已 然而在三国中 有个令人虎一味的问题 席天子以灵诸侯的曹操 最终没有成帝 却留下了篡汉的历史骂名 而一直以兴富汉士为己任的刘备 最终自己称了皇帝 却还留下了仁义的历史美名 那么我们该用怎样的方法 来看待这段历史中的人物呢 谁是三国时期真的英雄 厦门大学易云生教授 做客白家讲台 为您精彩讲述 品三国之历史插曲 在上一集我们讲了 以世主地主阶级为统治阶级的 魏晋南北朝 是历史的必然 而三国呢 是我们历史从贵族地主阶级 向世主地主阶级 转化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插曲 那我们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呢 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进行道德的批判 一种是进行科学的分析 进行道德批判 是我们中国很多人所持的历史观 他们总是把历史上的事件和历史上的人物 分成君子和小人 中臣和奸臣 好人和坏人 红脸和白脸 这样看到人比较省事 我们小时候看戏也是这样 一人物出现了 晚上问爸爸妈妈这是好人坏人呢 他省心 但是有时候想想也不省心 比方说 我们的三国 你如果要进行一个道德的批判 要按照君子小人等等来划定这个界限的话 请问鲁树算什么 鲁树是忠臣还是奸臣 是君子还是小人 但是说鲁树当然是忠臣嘛 没人把鲁树看作奸臣的 那我告诉你 鲁树是第一个说大汉不可复兴的 他最早背叛东汉王朝 奸臣还是忠臣 他比朝朝还早 曹操串汉不是奸臣吗 鲁树反汉怎么不是奸臣 好 再请问 鲁树是君子还是小人 那他说鲁树当然是君子嘛 那鲁树的道德高尚是公认的嘛 那他为什么跟上一个贼呢 这按照你这个系统 曹操不是贼嘛 寻遇一个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 却跟上了一个又奸诈又残酷啊 一谋诡计一肚子 穿多大汉王朝的那么一个汉贼 那不叫认贼作妇啊 你怎么解释 再问一个问题 三大战域怎么解释 我们知道三国这个插曲有三个乐章 就是三大战域 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 军阀战胜门阀 赤壁之战 南方对抗北方 宜宁之战 三家平分天下 那么 这三大战域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谁发动 谁失败 官渡之战 袁绍发动的 袁绍败了 赤壁之战 曹操发动的 曹操败了 宜宁之战 刘备发动的 刘备败了 如果你来进行道德批判 请问你怎么做 你如果说曹操是贼 那曹操战胜元绍 岂不是恶战胜的善 如果说刘备是仁慈的君主 是好皇帝 他怎么宜宁之战打败了 而且战胜刘备的人 陆勋你不能说是小人 君子把君子打败了 你怎么解释 所以这条路其实是不通的 因此我们只能选择另一个做法 就是科学的分析 我们必须有一种科学的历史观 这个科学的历史观在哪里 在马克思那里 马克思的那篇著名的著作 路易波拉巴的五月十八日 就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拉巴 他仿效他的伯父又发动了一次政变 由于他伯父政变的日子是五月十八日 所以马克思讥讽的把路易波拉巴的政变 成为路易波拉巴的五月十八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整个欧洲轰动 说像路易波拉巴这么一个人 怎么也成人物了 很多人表现出道义的愤怒 有恩格斯的话说 恩格斯在这个 马克思这本著作的序言里面讲的 当时欧洲很多人表现出道义的愤怒 进行道德的谴责 但是没有人理解这个事件 只有马克思理解 而且马克思对事件后来 进程所做的预言都兑现了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就是 马克思的着眼点不一样 马克思告诉我们 是法国阶级斗争造成了一种 条件和局势 才使得路易波拉巴这样一个 平庸而可笑的人物 成了时代英雄 也就是说 当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以后 当一个历史人物出现以后 做条件局势的分析 比进行道德的批判 道义的谴责 深刻的多 高明的多 重要的多 以义中天县城认为 看待一个历史人物 不能简单地用道德标准来评判 也就是不能简单地说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因为好人也有不好的一面 坏人也有做好事的时候 所以评价历史人物 最重要的是要看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局势 那么汉末究竟是一个什么局势呢 在义中天显着眼中 谁才是三国时期真的英雄呢 那么东汉末年的条件和局势是什么呢 八个字 这个政指政权 也指政治 一方面 东汉王朝作为一个政权 他实在是 不要说行将就幕 严格的说应该是已经就幕了 他指一个空架子了 当时那些人 劝曹操当皇帝的时候 就说得很清楚 普天之下 没有一寸土地是他东汉的 没有一个子民是他东汉的 他凭什么还存在 是个空架子 只有一个民 一点时都没有了 这个政权已经亡了 但是新政权没有建立起来 另外 东汉的那个旧秩序 政治秩序没有了 三根支柱支撑帝国大厦 这个已经不存在了 东汉是哪三根支柱 外戚 宦官 士族 那外戚和宦官 在自己的内部斗争中 在董卓入京之前 就已经 这两个柱子已经垮台了 然后 士族这根柱子 独木兰枝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候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也是八个字 重建秩序 重归一统 因为这个时候只有重归一统 天下才能太平 老百姓才能过上安生日子 你想这些军阀们 今天你打过来 明天我打过去 最后吃苦的是谁啊 老百姓啊 那么不管哪一个军阀过来 都要抢粮 抢钱 抓壮丁 而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国家 我们民族是一个农业民族 农业生产最要紧的是什么呢 安定 因为农业生产 它要一天时啊 春天来了 要赶快春耕 夏天来了 要赶快下云 秋天来了 赶快秋收 我这个郑重庄稼里面打仗 所以人民盼望统一 是盼望安定 安宁 安静 安居 安居才能落叶 落叶才能发展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民族才能昌盛 国家才能 富强 人民才能幸福 所以统一是大势所趋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我们就好做评价了 怎么评价呢 谁能做到 谁是英雄 就谁能为国家的 重归统一 做出贡献 把这个统一的事业 往前推进 谁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谁是英雄呢 第一个就是曹操 如果没有曹操 平定北方 为将来的三家归禁 打下这样一个基础的话 很难说 这个将来历史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我们的人民还要受多少苦难 其次 孙权刘备 孙权把江东 平定 刘备把 荆州的一部分 益州 平定 也就是说 三国鼎立 三家之主 都为将来的 重归一统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因此 曹操 孙权 刘备 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因为这个 统一或者一统 并不是谁的专利 曹操 刘备 孙权 都有权利 都有资格 你不能说 只能曹操 才有资格统一 也不能说 只有刘备 才有资格统一 就因为他信了个刘 这是没道理的 而孙权 也是想统一的 这个忽视孙权 也是没道理的 孙权称帝以后 也还是不满意的 当时要孙权去 进行一些 祭祀 仪式 孙权都不肯 他说 天下没有统一 我怎么能做 但是这样麻烦 也就来了 因为都有权利 都有资格 都觉得 应该由自己 来实现 天下的统一 这就造成了 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 沧海横流 英雄辈出 龙争虎斗 三国鼎立 所谓历史插曲 就是这样插进来的 我们一旦知道了 怎样来看待 这段历史 我们就很好 很容易 来评价 这段历史当中的 历史人物 就可以解开 许多谜团了 比方说 寻遇之谜 寻遇之死 是三国时期 一个重要谜案 寻遇是曹操手下的 第一谋事 他为曹操 霸业的最终确立 欧心立群 但是最后 与曹操发生分歧 忧愤而死 乙中天先生 认为寻遇之死 是个历史悲剧 同时 他认为曹操 其实也是个悲剧人物 那么这究竟 是为什么呢 寻遇 是三国时代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说他重要还不仅仅因为他为曹操 评定中国北方做了多少多少贡献 而在于他的身份 他是什么身份呢 他出生四族 他是属于四族地主阶级的 他的祖父做过朗陵令 朗陵县令 他的父亲做过济南相 就是济南国的国相 他的叔叔位置三公 就他叔叔寻爽当过司空 所以寻遇这个家族是一个氏族 寻遇本人呢 是个民事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人物批评家 叫做何庸的 何庸什么 何庸南洋人 是当时民事集团的领袖 他和乔玄两个是最好 最早看好曹操的 何庸说 寻遇是王左才人 所以寻遇是氏族兼民事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 曹操他建立的政权 是非氏族政权 曹操是对抗氏族 不喜欢民事的 比方说他是杀恐龙啊 杀鞭让啊 那么这样两个人怎么会合作呢 而且 寻遇的重要还不在 不光在于他的身份 还在于时机 就是寻遇去投奔曹操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是袁绍已经当了冀州幕 曹操的是袁绍任命的一个东郡太守 这打个比方说 寻遇这个人从原省长的手下 跑到这个曹市长那去了 这很奇怪 那么寻遇为什么要走呢 为什么要去到曹操那去呢 三国志的说法是 三国志的说法是寻遇多少终不能成大事 就寻遇看透了袁绍是成不了大事的 那么我们要问寻遇的大事是什么呢 和诸葛亮一样 他就是要把东汉王朝重新恢复起来 那么 寻遇要恢复东汉王朝 他为什么要去投奔曹操呢 因为寻遇认为要打鬼 必须借助钟馗 现在鬼太多了 只有钟馗能打鬼 曹操就是钟馗 他想的是曹操把这个鬼打了以后 打完了以后 这个东汉王朝恢复起来 交给这个汉代的汉皇帝 或者是汉宪帝 或者是汉宪帝的继承人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钟馗在打鬼的过程中 自己变鬼了 他要曹操奉天子一定不成 他没有想到曹操变成邪天子 一定诸侯了 他没有想到曹操最后 要做卫功了 而寻遇认为曹操一旦做了卫功 就意味着曹操要串汉了 所以他只好痛苦地离开了曹操 质疑是郁闷死的 还是自杀死的 还是被曹操逼死的 我认为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两个在政治上 已经分道扬镳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呢 就因为寻遇和曹操都是有理想的 他们的理想发生了冲突 寻遇的理想是恢复东汉的秩序 而曹操是要重建新的秩序 一个不同于东汉秩序的秩序 要建立秩序 要统一中国 这是一样的 问题是统一了以后走什么路 郡玉是想走东汉老路的 而曹操是想走一条新路的 而曹操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就是他属于这样的一种人物 所以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冲突 所谓悲剧性的冲突 一定是善的冲突 就是双方都有道理 放在一起是矛盾的 所以这是一场悲剧的冲突 最后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荀育的胳膊拧不过曹操的大腿 曹操的胳膊拧不过 士族地主阶级的大腿 等他死了以后 他儿子马上就和士族地主阶级 妥协了 历史又回到了 士族阶级所希望的那个轨道 从这个角度讲 曹操也是悲剧人物 曹操与寻宇之间 有着难以调和的理想冲突 因为曹操想成就自己的霸业 而寻宇则一直以恢复汉室为己任 既然如此 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则不可避免 而东武的孙权和鲁肃 是目标一致的 鲁肃东武版的龙中队 也为孙权的谎言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是孙权对鲁肃的评价 却不是最高的 这是为什么 我们应该如何历史地看待 孙权与鲁肃呢 鲁肃可以说是三国时代 最轻认清形势的一个人 当曹操和袁绍 刚刚在关渡做完战 很多人还看不清这个形势的时候 鲁肃来到孙权身边 对孙权说了什么话 汉室不可复兴 曹操不可处处 你要知道七年以后 刘备和诸葛亮的隆重对话 还在说心服汉室呢 你说鲁肃多有远见呢 汉室是扶不起来的了 曹操一时半会除不掉 所以怎么样了 索与将军你就可以干点事了 汉室不可复兴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孙权霸业可成 反正现在是乱轰的 你不如现在可以趁早 搞一块地方 搞政权出来 曹操既然是不可以处处的 一下子处不掉的 三分就是必须的 所以鲁肃就向孙权 提出三分天下的设想 孙权 刘表 曹操三分天下 那么既然要这样三分天下 荆州和扬州 或者说江东就要联合起来 对抗北方 化疆而至 所以南方对抗北方 就是必然的 既然南方对抗北方 是必然的 连流抗朝 就是必定的 这就是鲁肃的意义 我现在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最后 赤壁之战之前 孙权决定和 刘备联合 就因为七年前 鲁肃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 孙权心里有这个底 知道这是必由之路 所以 孙流联盟 赤壁之战 鲁肃 是第一功臣 鲁肃的运气呢 也在于他遇到了孙权 孙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前面讲了 曹操 寻遇是有理想的 但是理想不同 发生冲突 孙权和鲁肃两个人都没有理想 有什么呢 有目标 他们只有目标 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鲁肃提出的 剑号帝王 以图天下 要图天下 就得称帝王 要称帝王呢 你就先得雇江东 你要江东这个地方都保不住 你还称什么帝王 对吧 图什么天下 你先把江东保住 要保江东怎么样呢 就要连刘备 就要本土化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笔账 所以孙权在赤壁之战 依然和刘备联合 所以孙权后来 依然的把政权和军权 都交给江东四族 我得把江东的四族 和我绑在一起 我江东才能雇 我雇了江东 我才能称帝王 我称了帝王 我才能图天下 他这样算得很清楚 所以孙权有三个不在乎 第一 不在乎汉士士存是亡 这大汉存不存在 无所谓对我 我觉得他要存在的时候 我说 哎呀 我也是要为了心腹汉士啊 他哪做了一点 心腹汉士的事 第二个不在乎 是不在乎曹操是中是奸 曹操是个忠臣 还是个奸臣 他无所谓 需要你是忠臣的时候 你就是汉相 需要认为你是奸臣的时候 你就是汉贼 你去看孙权对曹操的称呼 一会是曹公如何如何 一会是老贼如何如何 他变好几回了 根本不在乎 第三个不在乎呢 就是不在乎政权属性 他不在乎他的这个赠权 是属于士族地主阶级呢 还是属于书族地主阶级 他不在乎 他只在乎一条 姓不姓孙 姓孙就行 所以他在江东成了气候 因为你毕竟曹操是汉相 是吧 刘备是皇族 你孙权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能成气候呢 那与这个有关系 所以鲁树和孙权之间有一种默契 君臣之间一种默契 但是鲁树也有点可怜 就是他死了以后呢 得了个三七开的评价 那孙权评价 那孙权评价 周瑜 鲁树 吕蒙 对陆逊讲的 对周瑜的评价是最高的 对鲁树是三七开的 为什么呢 说鲁树不该 要我借荆州 那鲁树为什么要借荆州呢 鲁树他就是现实主义者 他就考虑到这个时候 你不联合刘备 你对抗不了曹操 那当然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讨论他 是吧 该借不该借 我现在也不想说这个问题 我只是说 这两个人呢 是现实主义者 以上一中天线上 用科学的历史观 为我们分析了 曹操与寻遇 都是理想主义者 孙权与鲁树 都是现实主义者 这两对君臣之间 有各有各的矛盾 而三个人 大家最熟悉的是 刘备与诸葛亮 一般认为 他们两个人是如鱼得水 君臣之间最信任 要不然 怎么会有永安脱户的 历史佳光 那么事实是这样的吗 我们该如何历史地评价 刘备与诸葛亮呢 刘备和诸葛亮是什么关系呢 两个字 微量 如鱼得水有没有 有一点 不多 什么时候 龙中之队之后 是如鱼得水的 赤壁之战以后 发生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诸葛亮是有理想的人 刘备有什么呢 有报复 曹操 曹操叫做有理想 但是无蓝图 就曹操他有一个朦胧的想法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摸着石头过河 说他哀骂最多 诸葛亮的有理想 有蓝图 他一个龙中队 然后紧紧 有条的在实施 做得非常漂亮 孙权他没有 他有个目标 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刘备有什么 有报复 欲生大 亦于天下 实际上刘备在见到诸葛亮之前 他也不知道他该干什么 他只知道我刘某人男子汉大丈夫 我得干出一番事业来 我不能白活在这世界上 所以他在刘表的那个地方 跟着刘表流着眼泪 说你看我这大腿都长出脆肉来了 这一把年纪了怎么办呢 因为四十多岁的古人 这已经是老人了 在古时候 他有个报复 他没有目标 没有蓝图 谁给了他目标蓝图 诸葛亮 诸葛亮隆终对让刘备 豁然开朗 原来我刘某人还可以这样啊 那好 那我就干 兄弟你呢 帮我筹集粮草吧 所以赤壁之战以后 诸葛亮才正式担任了职务 叫军师中囊将 任务是什么 调集赋税 以冲军师 就是总后勤部部长 兼总装备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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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的是彭统 武汉宗 戴的是法政 为什么不戴诸葛亮 各种解释 一般都说 那这个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这个粮草问题 是很重要的 你比方说当时刘邦打天下的时候 萧和就是做这个事情吗 最后刘邦平地 功臣随平第一 萧和第一 对不对 刘邦对那些出生入死的将军说 他好比是打猎 一个猎狗去追兔子 最后功劳是谁的猎人的吗 你们这些打仗的 就是公狗 萧和是公人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的 诸葛亮当然也是公人 他不是公狗 但是我总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诸葛亮这个人太正派了 诸葛亮做人很正派 这个庞统和法政两个人 不好说了 你看这个刘备 被入川的时候去夺刘章的地盘 这说起来是不够道义的 你们都是忠实姓刘的 人家请你来帮忙 你把人家地方占了 这讲的过去嘛 那庞统怎么做解释 说哎呀他这个房子 是吧 他反正又守不住 那我们不去拿了 曹操就拿了 那说与其给我们还是给曹操呢 这是第一笔账 第二个 是不是 我们得了一周以后 封他个大官不就行了吗 那这什么话嘛 这等于说人家一栋别墅 请你去做客 然后你变成别墅主任了 说分套大房子给他 这种话诸葛亮肯定说不出来 但是这个所需要这样的人 那个法政就更糟糕了 他是那个别墅的管家 别墅的主人说 请刘备来住住 法政说你把他 把那个主人做了 你把这别墅得了吧 你说这都是什么人 但是这个时候刘备就需要这样的人 不是这样的人 他下不了手 他夺不了地方 所以我们看 刘备入属 带的是庞统 刘备曾汉宗 带的是法政 官与公相反 诸葛亮一句话没说 连他赞成反对我们都不知道 最后刘备发动 一灵之战 诸葛亮是赞成还是反对呢 我们只知道他事后说了一句 如果法政在就好了 法政一定能拦住主攻 不让他发动这场战争 请大家想一想 在这一段时间内 诸葛亮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实际上 诸葛亮一生当中 还有很多不解之谜 有哪些不解之谜呢 请看下集 百年孤独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形象 然而 这又是一个最令人琢磨的人物 他是忠诚的典型 智慧的化身 人臣的凯磨 在他身后 也留下了一个个未解之谜 如果没有刘备的三顾茅庐 诸葛亮会出山吗 刘备成帝以后 他为什么还承认 孙权成帝 刘备死后 他是否大权独揽 驾攻流善 种种猜测 莫中一世 我们该如何看待诸葛亮 进行关注 一中天拼三国之 百年孤独